熊带林日前在微博连晒三张双胞胎女儿的照片,玩女儿脚丫玩了不易乐乎,连她自己都调侃着说,多功能小猪脚,可供实用,按摩,挖鼻孔。 照片里,熊带林举着女儿的小脚丫放在嘴唇边上,轻轻的模样,还直接放在鼻孔前面,一丝是女儿的小脚,可以帮自己挖鼻孔,哈哈哈哈,太可爱了。 不过,最让人惊讶的是,熊带林皮肤状态只好,跟女儿肥嘟嘟的脚丫相比都不差啊,简直白得发光。 不过,也有网友问,这到底是姐姐还是妹妹的脚丫吗? 2016年和现在的丈夫郭可颂结婚,老公是香港演员郭可颖的弟弟。 今年4月,年近40的熊带林,在香港带下双胞胎女儿,后来,首次公开女儿照片,晒出了女儿的侧脸照。 照片中熊带林亲吻着女儿的额头,女儿粉嘟嘟的,粉的小脸大看起来十分可爱。 上个月,专心在家带娃的熊带林,竟然还破天荒的带宝宝出了一次街。 戴上帽子及墨镜的熊带林,一身休闲绿色醉花长裙,身材还是那么完美。 自从当妈后的熊带林真是幸福满满呀。 祝她的两个小宝贝儿健康成长,一家四口幸福美满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